TBS娛樂頭條追星情報站 今天要帶大家來追誰呢 沒錯 就是天王劉德華 他即將是在台灣開唱 日期就落在10月31號到11月3號 睽違11年 是在台北小巨蛋連唱4天 雖然搶票時間還有搶票價格 目前都還沒有出來 但是因為它的巡演是從大陸開始 所以幫大家就是稍微盤點了一下 大陸廠的價格 像是深圳 杭州 票價都是落在最高是在1萬出 最便宜則是3000多塊台幣 是不是覺得聽起來已經有點貴了 但是我告訴你 還是大有人在要買 甚至出現了黃牛票 黃牛兩個字講出來 是不是所有歌迷 就是惡夢降臨了呢 因為這次的黃牛價 真的非常的誇張 劉德華這次其實是在上海 要連開好幾天 從5號一路唱 到13號的上海廠 原本一張票價是780塊 變成7880塊 而一張原本2580塊 變成68880塊 而且這些票價不是台幣 是人民幣 所以換算成台幣的話 就大概是落在31萬台幣了 一張票這麼貴這麼誇張 不過還是很多人要買 可以看到其實有很多大陸的歌迷 像是他出價了 出價6萬 出價10萬 還有出價20萬 就是要為了買到劉德華的那場票 我只想說這麼多錢 真的不能分我一點點嗎 真的票價太誇張了 而且想必台灣廠也有很多黃牛 已經在蠢蠢欲動了 所以歌迷就想要敲碗說 希望這次主辦單位是採實名制 才可以比較有效的遏止黃牛 而接下來這樣東西 居然也有黃牛在賣 哈利波特迷必須要擁有 就是什麼 就是一張魔杖 魔杖的悠遊卡 你有見過嗎 最近在網路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夯 而且這個像是通勤的時候 你只要點一下那個B卡站 就可以B卡進站和出站了 從10號開始 官網開始預購之後 就銷售一空 不過很多人就是都沒有買到 所以也在臉書上面是要求說 有沒有人可以賣我這個魔杖悠遊卡 一張其實原本官網售價 是1080塊 加上旁邊這個 有個海格的小蛋糕 加起來售價其實是1475塊 是不是覺得聽起來 已經有點貴了 但是黃牛票價開到多少 從1200、1300、1500、1800 一路到6500塊 沒錯這一組這個就要6500塊 你乾脆直接去買真的魔杖就好了 非常非常的貴 不過小到一張悠遊卡 大到演唱會都有黃牛在介入 現在最愛開演唱會的 就是屬於韓國 韓國最近就要開始推出新的措施 就是用人臉辨識入場 也就是刷臉 才可以入場看演唱會 像這個措施 其實是為了要杜絕黃牛 在搶票的時候 就要上傳自己的照片了 不過這項措施 其實是在上個月的17號 就在演員蒲炯直的演唱會上面 已經開始實施了 總共是讓33位觀眾入場 不過這項機制 傳到網上之後 就被很多粉絲說 有必要做得這麼誇張嗎 是不是有個資上的疑慮呢 不過也有人說 是不是應該要先去抓黃牛 再來為難粉絲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今天的追星情報戰 就講到這裡